另外要过年了 淡水区公所也一样是带着替代艺男到独居长辈家里 帮他们大扫除除旧不新 一块去看看 年关将近不少民众或者是家庭主妇 也开始要忙着水墨大扫除 不过对于有些独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长者来说 要整理家中的环境真的是相当麻烦 因此淡水区公所为了要让独居长者可以轻松过年 今天下午带着公所两位替代艺男 要来帮助区域内的长者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银法族进行年终大扫除 要过年了 我们淡水区公所结合替代艺 来关心我们的独居老人家 那顺便也针对他的环境来做一个很认真的一个清扫 那另外呢 我们也代表新北市长 我们侯市长 资政我们高级的毛毯 还有我们新北市的茶叶 来跟我们老奶奶 来做一个新年的拜年来问候 那同时我们也在环境里面也来贴春联 来让老奶奶感觉到这个过年的气息 在独居长者家中可以看到有两个大男生 还有区公所的员工一起为这位长者进行整理 将这一位长者的家打扫得相当干净 因此在整理完之后 区长更送上许多生活物品 还有保暖的羊毛背 以及帮长者贴上春联 让长者都觉得相当贴心 有的时候少年人都来 你们这里都大家看我这么有对的 都来来给我们看 来给我们照顾 这样就一般做了 头发了一四季都给我们冲到一四季 感谢啦 你们这里今年分享大家都很好 替代艺南以及区公所的员工亲自玩起袖子 帮长辈清洁 齐心协力的帮独居长者 整理家中环境不仅如此 为了长辈一个人住在家中 可以有齐全的防灾知识 亦南更教这位独居阿嬷 防灾避难包的使用方式 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 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弱势长者 让他们可以过一个温暖的新年 记得许多安逸 带水三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